我叫陆维成 今年26岁 家在盲市 现在是农川县王子出乡 人民政府的一名公务员 同时也是一名住村干部 为什么会冲到大雨里 仰天长啸呢 当时我们住在一个 飞气医院里面 设施比较简陋 只有一个水龙头 水也比较浑 没有那个洗澡的条件 有一天突然间下大雨 还没跑到宿舍 衣服就淋湿了 正好我就差不多 一个星期没洗澡了嘛 我就在雨中 洗了个澡 也比较舒畅 然后就大吼了几声 为什么会在月黑风高之夜 在四周无人的 飞气医院里唱歌 当时是我刚到 王子出乡工作的时候 乡上的住宿条件紧张 我跟另外一名男同事 就被安排到了 一个飞气的医院里面 去住宿 当时我们住 是住在二楼的走廊尽头 整栋楼就只有我们两个人 楼梯口 还有走廊边的那些房间里面 放的全都是那种废弃的医疗设备 特别恐怖 最主要是当时晚上不敢起来上厕所 因为那个厕所在房屋后面的树林里面 去树林的路边 就有很多那种 用石头雷起来的小塔 然后还有矗立着一个 很高的秋千 风一吹就咯吱咯吱地摇 一开始的时候都不敢去 后来没办法 实在憋得不行了 就打开手电筒 哼着个给自己鼓足勇气才敢去 对